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队在东京巨蛋和日本的巨人队展开了第一场热身赛 虽然以6比7一分之差输了球 但是总教练一直先说会全力以赴争取最佳成绩 中华队全队上下对东京巨蛋最熟悉的 就是也在日本职棒打拼的林维柱了 打击练习时林维柱练得很轻 因为他可能要担任中华队第四棒的重责大任 但老将恰恰彭正敏也有可能扛第四番的位置 只是教练团担心他的伤势还要再试情况才能够决定 世界棒球经典赛中华队的第一战要遭遇速敌南韩队 北京奥运一战成名国内球速最快的侧头李正昌可能先发登板 对于这个比赛我会记忆 我会很兴奋 然后很专心来比这个比赛 中华队这次征召不顺利 由国内新生代的球员挑大梁 这点连国际媒体也注意到了 对于这次参加到VC的比赛 那在台湾有些球团并不是很支持 那我想基本上他们是考虑到是选手的状况 其实也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 只是说担心选手的状况 尤其是 给之前教练皮奖强加中华队会全力以赴争取最佳成绩 但第一战的对手就不好惹 是北京奥运的金牌南韩队 高利邦子以巨炮李大靠 和效力大联盟印第安人队的球性手 组成中心打线火力惊人 连去年日本职棒冠军队谷 西武师队都吃鳖 在热身赛以2比4输球 显示南韩队的打线不可小觑 终于新闻刘木招 组合报道